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就是機器學習裡面的 就是下一個演算法 那這也是一個非線性的演算法 然後它叫決策術 然後跟隨機森林 這兩個方法非常的像 就是隨機森林是決策術的擴展 等一下我們看的時候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決策術是什麼東西好了 就是這個這個算法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要 決定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經常會把我們的 思考流程 畫成這樣的一個樹狀圖 你可能不是很習慣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 等到你年紀再大一點 開始做行政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醫學系的開始進入臨床 你就會發現這種圖非常常見 一個病人進來根據什麼東西 我要把它做什麼樣的處理 那根據這個處理的結果 我又要把它進行什麼樣的處理 這個其實都有這些就是 它都有決策術 可以去參考的 這樣子 那這個Decision Tree啊 它的 你看一下它的整個構造都長這樣了 就是一個 東西進來它先經過第一個節點 去決定它要往分支的哪一條線去走 注意分支一定只有兩條線 好不好 分支一定只有兩條線喔 那接著再進入下一個節點 然後再告訴他說往哪邊走 舉例來說一個人進來 我們先問他說 欸你的薪水有沒有 你就是這是一個徵求 就是你要不要給你就是 就是你要去判斷說 你要不要去接受一個 New Job Offer的這個決策術的流程啊 你可能會有好幾個條件 首先 你會說 欸這個 你這個 會不會 你薪水夠不夠高啊 如果不夠 我就要拒絕 好一此類推下去 那最後 我 如果說有這個 還要有咖啡喔 然後最後我們才會同意這樣子 好那這樣 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數據 把它以決策術的形式 把它表現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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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了解說 這個病人 他到底是 比如說是 有LVD還是沒有LVD 好這樣大家 都要了解我的意思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 做出這個 決策術好了 那 他的原理是 在大量的X變 X變相裡面 X就是 我想要用這些 Variable去預測那個Y 那我想要 首先我要先找到一個 最重要的Variable 我要找到最重要的Variable喔 然後 找到最重要的Variable之後 我還要找到 他以哪一條線 他以什麼 哪一個直做切點 那他的這個 就是 他的這個分類能力 是最大化的 好我們現在用 下面這個圖 來跟大家 這個 Demo一下 好首先 你只有X1跟X2 兩個Variable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所有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 所有的樣本 他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 這個 X1的直率就是這樣 X2的直率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啊 想要把 就是 我現在想要在這裡面 做樣本分類的時候 我首先 我要先判斷 X1比較重要 還是X2比較重要 好 如果我發現X1比較重要 等一下 怎麼樣 比較重要 我等一下再示範 我發現X1比較重要 那我就要在X1裡面 找一條切線 切下去之後 分左邊是什麼 右邊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找到了我的第一條線 好 我找到第一條線之後 剩下的就是 我必須在 剩下的這些裡面 分別找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是更重要的 他非常有可能 切了X1 再切一條X1喔 就是先判斷X1 有沒有大於一個數字 再判斷X1 有沒有大於一個數字 他非常有可能 做到這件事情喔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 樣本分成ABCD四塊 他分別對應到的決策數字 長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首先我先判斷 有沒有大於T1 有的話就是A 接著我判斷 有沒有小於T2 有的話就是B 接著判斷 有沒有小於T3 有的話就是C 沒有的話就是D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決策數他的基本原理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看到他的分割邊界 是長這個樣子囉 記住他的分割邊界 他的原理造成他的分割邊界 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那來你看喔 今天如果我們有X1跟X2 要做分割的時候 我們之前用邏輯社會規 他是不是只能夠做線性 一條線 直線的分割邊界 只是說這條直線 他可以是斜的 注意喔 這個決策數 他的線 只能是直的喔 只能是90度 或者是0度 他不可以是斜的 那邏輯社會規的那條線 可以是斜的 這沒有問題 好 可是問題是 決策數 他可以擁有不只一條線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不只一條線 導致他的分割 可以分割成類似這個樣子 可以分割成鋸齒狀的 這種形狀 這種形狀 你應該也非常清楚一件事 只要鋸齒夠多 他看起來 就會是非線性的 他甚至可以畫出個圓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教的 決策數這個方法 你了解他的分割原理 你了解他的判斷原理之後 你就知道他也是一個非線性工具 那他比起我們上個捷克教的 就是那個就是多層感之機 多層感之機 他相當於是邏輯社會規的擴展 他畫出來的不是直線 但是他畫的是曲線 還是一個連續的曲線 決策數畫出來是一個尖段的 尖段的線段 那至於這個切點怎麼決定 我們等一下後面來教你怎麼做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你了解了剛剛那個邏輯之後 我們就來看 那實際上我們要怎麼運行決策數啊 好 首先我們就先把這個 IRIS的資料拿來練習 好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IRIS的資料 在R裡面 你直接打DATAIRIS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 好 這個檔案 我們之前有用過了 就是 我想要啊 用這個花瓣長度 花瓣寬度 花瓣寬度 來去分類 他是哪一個種類的花 好 這邊有四個Variable 到底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呢 我要怎麼知道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在知道哪一個是最重要的之前 我們先決定 如果我要用它來進行分類的話 我最佳的切點是多少 我最佳的切點是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畫出一個 把這個數字做一個排序 我是不是可以畫出很多切點 我這邊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就是我要用的是第一個Variable 我們看到的Unique Value 總共就從4.3到7.9 在這範圍內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每一個切點 來試試看 如果它大於 如果說 假如說 J等於 如果說 J等於 這個 J等於10 好了 那我就可以 J等於10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最佳Cutpoint 在這裡 我最佳Cutpoint 我J等於10 我找到的Cutpoint在這裡 然後 注意一下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 這兩個 我的X就是 大於 大於這個數的 Y就是 小於 X就是大於這個數 或小於這個數 然後Y就是那三個分類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一個 2 by 3 Table 這樣的一個2 by 3 Table 我們可以做一個統計檢定 假如說 在這裡我用的是 Facial Exact Test 至於它是做統計檢定還是什麼 這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它會計算出一個參數 那如果我做的是統計檢定 並且用PValue做為指標的話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 我看一下我們這裡跑出來的結果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 我這裡的 我用多少當切點 它的PValue最小 這是我的目標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PValue最小代表的是 我有最大的分割能力 我用那個切點來做 來做這個分割的話 來做這個分割的話 我有最大的分割能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 最大的那個值是多少 這個第5.55這個切點 它擁有了最小的PValue 所以我如果要用第一個Variable 來進行 第一個Variable 來進行這個分類的話 我應該要使用5.55這個切點 這樣可以沒有問題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 我的 第一個Variable 它需要用5.55當切點 並且它的PValue 是多少 是不是就被我決定了 那 在這個Variable裡面 不可能有比5.55還要更小的PValue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 因為5.55已經是我找出來最小的啦 它不可能再更小了 好 那我如果把這個回圈做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看 用第二個Variable 它要用2.95對不對 用第三個Variable 它要用2.45 第四個Variable 0.8 那它的PValue 是不是 顯然是這兩個比較重要嗎 顯然是這兩個比較重要 看得出來吧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Variable 這兩個Variable 它的最小的PValue 比上面的還要更小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選一個最重要的變相 其實我要先在各自 就是 我現在要在各自每個Variable裡面 先決定一個CutPoint 然後把它們列出來 然後比比看誰是最significant的 這個 那個 Variable 然後跟它的一個 相對的CutPoint 好 你了解了這件事之後 你就知道 今天一個樣本進來 一個樣本進來 我首先就要先判斷 這兩個選誰都可以啦 因為它們兩個PValue是一樣的 我首先就是要先判斷 它的這個數字 有沒有大於2.45 有的話 我就進行下一個分類 或者是用這個Variable 有沒有大於0.8 有的話 我就用下一個 我就 我就在做下一輪的這個 節點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 在這邊 你應該是覺得 就是 在這邊為止 大家有沒有都不了解了 要不要講一下 李俊可 你了解嗎 李俊可 你完全了解喔 很好 那我們 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 直接用套件來做 因為這個 這個過程寫了好多回圈很複雜嘛 對不對 我們直接用套件來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TreeModel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套件用的是 Party這個套件 然後函數用的是CTree Formula就是把 那個 我們要預測那個Variable 然後用所有的變相 預測那個Variable 然後使用TrainingData來做 我們看到我們的TreeModel 第一個Variable 它選到了什麼 使用 這個Variable 這是不是剛剛這個Variable 小於1.9 然後來進行這個 就是 第一個節點的分類 欸你會說1.9跟2.45 感覺好像不太一樣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大家要注意件事情喔 今天 其實 這兩個Variable 它兩個 那個Value是一樣的 因為它到1.9之後就到3.0 所以在這裡面找任何一個切點都是可以的 只是我剛剛是用這兩個的平均 它是直接用這個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並沒有找錯喔 我今天套件做出來的 跟我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喔 只是大家的那個 切點邏輯不一樣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TreeModel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去解讀它 好實際上就是 我要先確定 它是不是小於1.9 如果是的話 就丟到這個Gruple來 那如果它大於1.9的話 我再確定 它的這個 就是 它的這個花瓣的這個 這個花瓣的這個寬度 它是不是小於1.6 如果是的話 它就丟到這一組 不是的話就丟到這一組 所以透過這個決策數 它被分成了三個Gruple 好這樣看懂這個報表以後 我覺得這個報表還是非常難看啦 我給大家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 我們可以用 Plot這個函數 把TreeModel給畫出來 看到了嗎 首先我們先 判斷 花瓣長度 是不是大於1.9 還是小於1.9 如果小於1.9的話 它顯然就是第一種花 那如果是 大於1.9的話 我們再判斷它的這個 花瓣的寬度 那如果是 小於1.6 那它就是第二種花 大於1.6它就是第三種花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圖應該蠻容易 蠻清楚可以看的吧 好這個圖 你覺得很清楚可以看的話 我們來告訴你說 那你現在學會決策數了 我要怎麼去Predict 我的結果 我們的Model 最重要的就是 我建完這個Model之後 我想要Predict在TestData上 對不對 你可以用 直接用Predict這個函數 然後你把 你把TestData 直接把它丟給它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PredictY 這個PredictY 就是說它是 跟它是符合哪一條規則的 那它 丟到這裡 它顯然就是第一種 丟到這裡就第二種 這裡就第三種 那我們可以把它跟真實的結果 做一個 就是Table 那我們會發現 它的準確度非常非常高 這樣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說 這個就是決策數的模型 好 基本上決策數的模型 你們應該會覺得 蠻簡單的 就是 它沒有什麼複雜的數學 然後跟 跟前面幾集的差蠻多的嘛 它 數學上 感覺並不複雜 所以說 這個 就是我們如果今天要做一個 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要做一個 就是 很好的這個 機器學習模型 它其實 其實想法可能比較重要 數學不見得要多複雜 這一個 決策數 你看它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它就可以使用一個 非線性模型來做預測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來使用真實資料來進行實驗 那我在這裡給大家一些範例語法 這個範例語法 就是 如果今天 我的 outcome variable 是 假離子濃度的話 那我現在 然後用 rate age 跟 這個 來預測這個假離子濃度 我們來把這一串程式碼 把它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你看到了嗎 首先我們看這張圖比較清楚 首先 你現在要先 判斷 它的年齡是否大於70歲 是的話 我們 你看第二個節點 它又判斷年齡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光根據年齡 它就分成了 五個group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意思我在跟你們講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對於一個variable 它已經用過了 沒有關係 它還可以再用 只要它剩下的 值域裡面 它仍然有重要的切點 這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 當然它已經小於70了 它之後找了缺點 一定是70以下的 因為在這個group裡面 它根本沒有70以上的value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這個group裡面 它根本沒有70 就是它根本沒有70以下的valu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說 如果今天要用一個決策數 我剛剛說 每個節點只能夠切兩類 對不對 那但是其實一個variable 可以被切不止兩類 主要是透過連續的切割去造成 那我們要知道決策數的一個很重要的限制 它是先找到最重要的 再找到第二重要的 再找到第三重要的 所以說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今天我就是要分五類 也許有某一種分法 它會比現在這五類分得還要更好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舉例來 有可能有一些特別的組合 就是 是 71配上 71配上 59 它可能比 70配上57更好 可是單看一個的時候 我現在要找最significant的時候 可能是70比較重要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是有可能 有可能 不是找到真正的最佳切點的 因為它都是兩類兩類找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 這樣子一個 你看到了 它其實是有可能用edge 就是完全用edge來分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要分類它有沒有LVD 我們來做一下 好 那 它 這個 Rate 小於68 它就直接被分到這個股份 這顯然是0 對不對 這顯然是0 那丟到這裡來呢 就是它如果大於68 並且 小於92的話 那它如果是男生就在這裡 女生就在這裡 那它如果是 大於92的話 女生就在這裡 男生就在這裡 這個黑色的部分就是它的機率 就它機率越高 就代表 你被丟到這一組 就代表你越有可能是LVD的患者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如果是多分類任務的話 大概也不會太難的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都是非常簡單的想法 你把Data準備好之後 用 所有的Variable去預測那一個 你有興趣的Variable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樣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要分類 那個 是不是心肌梗塞的話 只有男女是有 顯著 是有顯著意義的 男生 我的話 我就比較有可能是TAMMY 女生的話 就比較有可能不是MI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想這邊 這個 這個決策術 非常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做存活分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用這裡的圖來看 它意思說你有年齡小於75歲 然後Rate大於108 那你的死亡機率就 還蠻高的 對不對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的年齡大於 這個大於75歲 然後又大於88歲 那就是大於88歲 你的死亡機率更高 這個時候 心跳就不是重要的Variable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那你看 這裡它是不是 來你看喔 在這裡決定Rate的時候 Rate從小到大 是不是 死亡率越來越上升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 這個 它在這裡 應該這裡 這裡不是Rate 反正它就是這裡 然後大概這裡 大概這裡 那你看 它們在Rate的切割裡面 它中間有個Edge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不是 代表著Edge 你看Edge 它為什麼不先切Edge 它先切Rate 是不是代表著 如果沒有先切Rate的話 那個Edge的分類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 因為它的切割順序 它的切割順序不一樣 它的結果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的鋸齒狀的方向 就長得不一樣 所以決測數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 非線性模型的一個 就是它的一個機制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 那決測數 除了我剛剛教的那些範例以外 它還可以在這裡 就是在你下C-Tree這個參數的時候 它這裡可以額外下一個參數 叫Controls Controls這裡 可以下哪些參數 這些參數就是我們 到時候我們不是說 我們上一節課不是發現 如果今天要做好一個機器學習模型 其實模型本身 可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參數 我可能要調一個很好的參數 它Performance才會好 好 這個參數是 顯著水準 0.95就是使用0.05當顯著水準 這個參數是 它的最深 這顆樹最深就是兩層深 如果你這邊按1的話 它就只會分一個 一層就沒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每一個 每一個 節點最小20個 也就是在這裡 至少要20個 病人 他才會考慮進行分割 不然他就不分割了 那分割的時候 再下去至少要7個 在這裡 在這裡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說 我可以透過 這樣的一個 Controls 這裡去下不同的參數 決定我要怎麼去分割 好 我這裡的最大深度 我敢3 我看會不會變多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三層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敢1 咧 它是不是就只剩下一層了 這樣可以了解 好 所以說 那一樣 如果你想要預測 機率的話 你可以用 predictor 然後一樣 model先放 然後再放data 最後我們要放 type等於probability 如果我們 放type等於probability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 publication probability list 它會長成這個樣子 每一個病人 他都有一個 就是 negative跟positive的機率 我可以透過 這個函數 把它合併起來之後 然後得到我的probability y 這樣子就是我 positive的機率 這樣可以吧 因為發現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多人 幾率都完全一樣 這是正常的 因為在同一個group裡面 幾率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以這個來講 他就只有分rate 大於 68跟68 所以你看 只有少數的 跟大家不一樣 剩下大家都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練習 是什麼 今天的練習 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我們想要用 二元分類LVD為例 用完整的資料 來建議決策數 首先你先要做 多重插補法 做完多重插補法之後 你顯然就是要有 training validation 跟test 那你要怎麼做咧 你一定是 用training 來訓練model 然後給他不同的參數 給他不同的參數組合 好 以這邊練習答案的參數組合 你可以把 這裡你可以給一些參數組合 這個你可以給一些參數組合 那你給了很多的參數組合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在validation上面 畫一個 如果是二元分類 你就可以畫一個ROC curve 然後看看誰的Around Curve比較高 然後最終你就選到了一組參數 用這個model 最後放在test data上面 然後我們來看看 他的final performance 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我希望 你們可以自己進行一次 完整的資料科學實驗 好 如果程式比較複雜的話 你可以看著答案 然後大概稍微體會一下 他在做什麼 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大家重點是要學會 如何使用套件進行決策術的這個建立 我們這個練習題 他最重要的就是 一樣就是再一次示範 如何用決策術 然後完成整個資料科學實驗的流程 那我們這裡先開一個新的result 這個新的result 這邊是不是有不同的參數 就來說我的顯著水準是0.95還是0.99 最大深度456456 好我總共就比較這 六組參數就好了 然後我把他們在validation的Around Curve 全部都print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知道哪一組參數 他可以給我最好的預測能力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來做 我現在來做 那我就來做這個回圈 好做這個回圈的時候 我們就以I等於1的時候來看好了 I等於1 好I等於1的時候 我做這個回圈的時候 我用的顯著水準是result裡面的第1個 然後我用的最大深度也是result裡面的第1個 好這兩個資訊有了以後 我把它print出來 然後做完ROC Curve之後 我把這個Around Curve把它留下 這樣子我result的第一行 是不是就已經有validation 目前的Around Curve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然後我用把這個回圈做完 好做完以後我們看result 他最好的performance 這幾個都一樣 這幾個都一樣 那就是 至少用這幾個 會比用這兩個好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選出最好的 選出最好的 就直接問which max就好了 就問which max 然後我們把最好的結果 拿來應用在test data上 注意我把最好的 拿到 參數拿到了以後 我把最好的參數拿到以後 我再建立了一個best tree model 然後接著我把它應用在test data上面 我們跟testy做比較 來做ROC Curve 你看到他的Around Curve 達到0.7044 好那個 這個你說好可能也不見得多好 因為我們 我們好像之前做那個LVD 大概都什麼 0.76那附近吧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概我們那個時候做 彈性網路最好的好像就0.76 阿不然我們回去看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彈性網路這邊 我們這個時候有好好挑參數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時候做到最好的 Around Curve是多少 這是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邊沒有做LVD的 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 反正就是 我們這整個流程就是符合邏輯的 之後 可能要試不同的模型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 特殊的這個隱身 那就是 其實有非常多種 這個做決策術的這個套件 主要說還有一個套件Rpart 這Rpart它提供的這個決策術的方式 跟這個 跟前面那個C-Tree是完全不一樣 C-Tree那個東西提供的 叫條件推理術 這個Conditional 這個Inference Tree 好 它的 選取邏輯 是選擇最顯著的 就是 它做統計檢定 選擇最significant 那如果是這個呢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它在選 選擇最佳切點的時候 它用的是其他指標 好那個 那個指標我們就懶得講啦 反正大概就是 反正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同的 Decision Tree 它背後的這個選擇 最佳切點的這個指標會不一樣 這就有點像同樣都是現金回歸 但它的損失函數有一些 有的可能是殘差平方核 有的可能是殘差絕對值核 這不太一樣而已啦 好那我要特別介紹這個套件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套件 它畫出來的圖比較好看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 畫出來的圖有多好看 好我個人認為這個圖 比起 我個人認為這個圖真的是 比前面那個美觀非常非常多啦 就是 呃 就是這個東西有沒有超過什麼 然後有沒有什麼 然後最後 它這個還會給你上下排列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喜歡 這個套件畫出來的圖啦 所以說 這個 你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想要用決策術 其實你上網隨便查 你就可以找到適當的套件去做處理 你不見得要用這個 你不見得要用那個 就是 我本來給大家用那個Party那個套件 好那接著 我要教大家 講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就覺得測速聽起來很棒 但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今天 我假設決定了 我的切點 假如說 我現在 我要預測大家這個死亡的機率好了 好我第一個切點 切了70歲 那70歲以上的所有人 是不是就變成同一個group了 70歲以下的所有人 是不是就同一個group了 那請問一下 69歲跟71歲有差這麼多嗎 他可能沒有差那麼多對不對 那 而且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喔 他第一個切點一決定了以後 假如說我第一個切點 切在70 他第二個切點 他大概就很難切在69 很難切在71了 為什麼 因為 所有70以上的這些人 就算我年齡還是很重要 還要再切一次 然後可能會切個85或什麼的 他不太可能在周圍再切一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遇到很嚴重的問題是 決策術他所選擇的切點 非常的武斷 也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去體現出這個年齡跟死亡機率 他搞不好是一個平滑的曲線啊 雖然說我知道決策術有能力去產生足夠多的鋸齒狀去擬合 但是聽起來就我可能是 我可能需要非常多的規則才有辦法把那麼複雜的 什麼每增加一歲增加三個單位這樣的一個斜線給他畫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現在回到這裡來 今天如果真實世界真的是 一條斜線就可以分好了 那決策術表現反而不會很好 他的表現會表現成這樣子 他表現的反而不會很好 線性邏輯是會不會反而表現得比較好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決策術我真 決策術這麼好用 我要解決的方法 這個解決的方法非常特別 我們來跟大家講兩個新的Term 這個新的Term 一個Term叫做Bagging 一個Term 這個Term叫Bagging 這個Bagging的意思 在統計學裡面叫Bootstrapping 這個中文你翻什麼都不對 好不好 直接跟大家講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就是啊 我現在已經知道他的嚴重缺陷就是 我今天要切70歲 那是我這個樣本 抽起來70歲是最significant的 對不對 我抽下一個樣本他搞不好就變69歲了 再下一個樣本搞不好就是68歲了 當然非常有可能 90%的樣本還是抽70歲 正負5歲之內 但搞不好會有一些樣本他抽到 60歲之類的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事情呢 也就是說 我把原來的樣本 隨機抽取一部分 當作新樣本 注意喔我在做什麼喔 我本來假設有1000個人 我手上有1000個樣本 我先隨機抽 900個人出來 然後這是當樣本1 然後丟回去 要丟回去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丟回去 再隨機抽900個樣本出來 這叫樣本2 這個樣本1 2 3 這個樣本1 2 3 是我自己再去 在同一個樣本裡面 再次去抽樣的對不對 這個在原始樣本中 隨機抽樣的方式 就叫 Bagging跟Bootstrapping 好這個 Bootstrapping 跟Bagging 就是你去 學中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它就是一個專門名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而且就是 翻成中文就是沒有那個字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那就是拔靴 拔也沒有用阿 你挺拔靴 不會有任何感動阿 好不好 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在原始樣本中隨機抽樣 好 除了 Bagging跟Bootstrapping 以外 還有一種 抽樣方法 叫 Booting 你說Booting 就是Booter 提升嘛 Booting 這個一樣 這個英文沒有任何意義 就是這個英文沒有任何意義 它就是一個專業 專有名詞 所以這個方法 我會在 呃 機器學習的 之後 其他的課程去講到它 最後一節課我會講到它 但是我們今天要用的方法就是 Bagging跟Bootstrapping 好 這個 這個操 這個操作在數學上的意義是什麼 我 每 產生一個紫樣本 我就可以建立一個決策數 對吧 那這個決策數 第一個決策數它的切點可能是在69 第二個決策數在70 第三個決策數在71 那對於 72歲的人來講 是不是三個決策數都認為它是 大於 就是大於年齡切點的 那對於70歲的人來講 它是不是就只有兩個決策數 大於 然後對於 68歲它就是0個 那對於69歲它就1個 所以這樣子 如果我把 我又透過紫樣本 的這種手段 我產生很多個隨機數 很多個決策數 然後我把所有決策數的結果 直接平均起來 這樣子對於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在關鍵切點附近的樣本 是不是就有機會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平滑的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 讓大家懂我的意思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學上操作的意義就是 還記不記得我們 適當節課 或者我們之前所有的統一學方法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 梯度下降法去求解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發現了什麼 隨機起始值在哪裡 有時候其實蠻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這相當於你在你在做梯度下降法的時候 你從不同的隨機起始點開始進行程序 那你就得到了不同的model 那你把這些model全部平均起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算是經驗法則 等一下大家看決策數變成隨機申請之後的威力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你運算能力足夠 你產生10個model 然後把10個model平均起來 的預測能力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機率 會比你隨便找一個來的更好 會比你隨便找一個來的更好 平均起來就會比隨便找一個來的更好 這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好不好 所以假設你今天算力有限 就應該多找一點樣本 那這個方法 我們等一下用隨機申請來demo它的能力 但是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這個方法不見得只能夠用在隨機申請上 我們前面都用彈性網路對不對 彈性網路也可以做boostripping 我可以 我可以做 抽出20個紫樣本 這20個紫樣本分別建立一個彈性網路 然後我再把這20個彈性網路的結果把它平均起來 我一樣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 因為彈性網路是based on 邏輯思惠規的結果對不對 它的邊界本來就比較平滑 它的邊界本來就比較平滑 所以bagging這個方法做在彈性網路 效果會比較不明顯 那對於這種鋸齒狀的邊界的效果會非常明顯 因為它整個就變成讓它平滑化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好這個是我們 看一下我在做什麼 首先 我先 我先產生一個tree model list 這個tree model list 我現在要做10棵樹 我在I等於1的時候 我先從原來的training sample 注意我沒有去動到我的resation sample跟test sample 我是在training sample裡面抽70%的樣本 我抽70%的樣本 產生新的training sample 新的training sample之後 我用新的training sample 我用完全一樣的參數把它產生出一個新的tree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我這個tree model list 它的第一個物件就是第一個tree 第二個物件就是第二個tree 它長的就是不太一樣 你看 第一個tree rate先用95切 第二個tree 甚至不是用rate先切了對不對 而下一個rate也不是用95來切 所以是不是每一個subsample 它切出來的這個 它的每一個樹的邏輯都不太一樣 好我今天就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 我現在有10顆樹吧 對不對 來 我現在就把這10顆樹的predict 把它平均起來 看著 我的finalpredict現在是0 然後我先取得第一個probability 然後我的finalpredict就等於當下finalpredict加上 第一顆樹 I顆樹的結果除以10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最後這樣加起來之後 我的finalpredict是10顆樹的 我這個是10顆樹的統計結果 而且我沒有選參數 我直接應用到testset上面 我沒有選參數 這樣可以吧 我直接用到testset上面 我們光把這10顆樹做一個平均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roccurve 你是不是非常驚訝 剛剛是不是0.7 現在我把10顆樹平均起來 它居然變成0.7 它居然變成0.73了 你如果覺得不服氣的話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了 我們把這個probability 我們就I等於1 然後 這個 我們就這樣 好 I等於1 然後我們來看第一顆樹 搞不好是某一顆樹特別強啊 對不對 是我剛剛沒選到參數嘛 來 10顆樹加起來是731 第一顆樹呢 68 這樣可以吧 來第二顆樹看看 68 第三顆樹 72 第四顆樹 69 第五顆樹 66 第六顆樹 67 第七顆樹 68 第八顆樹 好 第九顆樹 好 第十顆樹 好 看到了吧 我們 把十個結果平均起來 它比任一個結果都還要好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我絕對沒有特別去選它喔 我想跟你們講的是 Bagging這個操作到底有多麼了不起 這個操作非常簡單對吧 就是 這個邏輯非常好懂對不對 原理也非常簡單 但效果就是如此的暴力 我想跟你們說的事情是 你們今天 你們應該大家都知道說你們最後一節課 最後期末考要 期末我們沒有考 我們期末是有一個作業 要請大家做 做一個model的預測 就是要請大家 完成一個 就是資料科學競賽 這個資料科學競賽到時候會把網址給你們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沒有必要去做啦 好不好 因為你們model還沒有學權嘛 對不對 我在最後一節課的時候再把網址給你 那 你們做完這個東西 你們要做就是去看大家 誰可以做出來的model最準 對不對 Begging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技術 等於說你其實 你不只要調參數 你還要去做 你可能要做20個model把它平均起來 那這樣可能結果 會比任一個好的機會是蠻高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Begging這個方法如此的神奇啊 我們現在 那我們就知道啦 這個做決測數絕對不可能只用 十顆數 絕對不可能只用一顆數啦 那也絕對不可能只用兩顆數三顆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試著用套件 套件叫random forest 隨機森林 這樣知道為什麼它叫隨機森林這個方法啦 因為它是好多棵樹 所以好多棵樹 整合起來就叫森林 啊 它是隨機的去產生紫樣本 然後去產生那個樹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隨機森林 這樣可以了解 random forest 是 decision tree的一個擴展 模型 這個擴展模型 我們來看一下 它非常簡單 跟剛剛做決測數幾乎完全一樣 只差在 有一個參數 叫ntree 你要產生幾顆數 這個ntree如果是50 就代表你產生50顆數 它的 所有結果都是50顆數的平均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在training data上面建立一個model 把它應用到test data上 我不選超參數了喔 我完全不選超參數喔 所以我不用verdering set喔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50個樣本 0.78 比剛剛好上非常非常多對不對 而且我現在把50 我現在把50喔故意改成10喔 好看到了吧 來我改20 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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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50剛剛看過了嘛 那我改100 好1000 好像有變差一點 但是 1000就是要跑比較久了 但是整體趨勢是不變的對吧 因為 它很有可能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 就是你begging到一定的數目之後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曲線夠平滑了 已經足以去描述那個真實的樣本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當然這個 預測的準確度 是有個極限的啦 這跟資料本身有關 今天你要用大樂透的 那個商期號碼 去預測蝦期號碼 再怎麼樣的極限就是百分之 你的極限大概就是跟用拆的差不多嘛 對不對 你只要比用拆的好一點 你可能就蠻了不起的 或者你想要用 這個 這個股票的指數去預測 這支股票會不會漲會不會跌 你只要能夠比百分之五十好一點 你可能就會賺錢 不用好太多 所以說啊 這個 這個就是 欸 這個數的數目啊 它顯然是有個極限的 你說 我知道 這個操作是可以去增加它的performance 但是 這個操作 呃 就是 它大概到一個極限之後 它 再去上升的能力就會有限 這樣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 完整的資料科學實驗 這個完整的資料科學實驗又來了 就是 一樣我們又要用 Brading Set 找出一個最佳超參數 那找出一個最佳超參數之後 我再 用到Test Set上面 去得到更好的結果 剛剛我在這裡是隨便選的對不對 選出來是0.78 我們來看來找一個超參數 它會不會又更好 但是關鍵是這個 entree entree我們不要動它好不好 entree就是50 大家entree就是50 但是我們這裡 replace 我們要分true跟false true的意思是 我今天抽上一個樣本之後 我就把這個樣本丟回去 讓它有機會再抽到一次 false的話就是 我抽 上來一個樣本 那這個樣本就不會再放回去了 我下個樣本是在剩下裡面去抽 這兩個方法不太一樣 這樣多東西是吧 好那 sample size咧 我的紫樣本要1000個 還是1400個 還是1800個 這個 我不知道紫樣本大還是小比較好 對不對 紫樣本小有什麼好處 增加它的變異 它的變化會比較大 紫樣本大有什麼好處 這個 就它比較穩定嘛 可是穩定到最後就變決測數啦 如果你每次都是用全樣本 那你做1000顆樹 也跟一顆樹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紫樣本的大小 這個 就是 這個要設多少我們也不知道 好 node size node size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每一個 數分之下 最後的那一格 最 最 至少要有幾個樣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我們請你 試著 找出一組最佳參數 然後來看看它在test上面 是不是performance會更好 你如果 夠聰明的話 甚至還有一種方法 你 找出10個 找出10個最佳參數 欸 就是這邊總共有 2乘3乘3 總共有 呃 18個 model對不對 這18個model搞不好任選10個 選10個最好的 再把它平均起來 欸 搞不好又得到更好的 更準的模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給大家 實驗一下 好 那我想就是 這一個練習題應該 就是 也事先 產生一個result 這個result 有各個不同參數的組合 然後我們就從第一個raw 執行到最後一個raw 每一個raw 我們都帶進這三個參數 然後去 最後計算出 Validation的ArounderCurve 那我們算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result 我們最後 最好的結果 是出現在哪裡呢 好像出現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最佳的 所以是 我不要replace 然後我樣本數用800比較好 然後node size用50 這樣產生的數可能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有了這個結果之後 我有了這個結果之後 呃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呃 那我們就把這個結果應用到 我們最終的這個 就是testet上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performance 是多少 剛剛是多少 7811 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這樣子 好那我想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 呃 資料科學實驗的整個精神 這樣子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呃 就是我們的期末作業好了 我剛剛想了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也沒有什麼不行 對不對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期末作業的網址啊 就上面 那 你登入這個網址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 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就是你打這個網址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當然你需要打帳號密碼上去 好我覺得覺得說 這邊下面有很多任務喔 啊你們 下面那些任務很難 好不好 你們一定是用第一個任務 那你們用第一個任務 我現在打我的帳號密碼進去 呃我 我換一個好了 好我登入我的帳號密碼之後啊 你們會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在幹嘛 我給你們看 下面是不是有三個按鍵 請你下載訓練資料 我下載來看看 下載測試資料 然後跟下載上傳資料 好 注意訓練資料長成這個樣子 好訓練資料長成這樣子 這邊是不是有 UID這個不重要 這個就是樣本的編號 那這個是不是 他有LVD或沒有LVD 這樣可以了解有意思 那剩下就是 我們的 這一些Variable 這些Variable 全部都是我上課的時候常用的那些 就是 我基本上我們上課都在用這個資料對不對 差別只在現在這一份資料 有 五萬多筆 本來只有五千嘛對不對 現在五萬多筆 一樣喔 他裡面中間會有一些Missing Value 這個你是要去處理的喔 好不好 好那 你有了這份資料之後 你當然是可以見模型嘛 那 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TEST DATA 這個TEST DATA 123 他是不是就沒有LVD這個欄位了 好 你不知道這個欄位 你不知道這份DATA的答案是多少 好沒有關係 請你 上傳一份 Submission 來 ID是幾 這就是TEST DATA裡面的ID 就是TEST.CSV裡面的ID 那他的PLVD多少 這樣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機率嘛 那當然這個機率如果越高 這個PLVD越高 就代表他越有可能是LVD 那我們的 我們到最後就是 你 得到 就是你 任何你拿到你的答案之後 對不對 請你在這裡 你就上傳 好 如果你全部都填0.5 當然也可以上傳 只是說 傳上去就不好看嘛 傳上去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分數 剛剛我傳的那一筆 11月25號傳的那一筆 分數是0.5 0.5代表是AreaUnderCurve只有0.5 那個當然AreaUnderCurve只有0.5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 對他進行一些預測 那這個東西你剛剛看到非常清楚 他要需要帳號密碼才能進去 對不對 等一下 那個 這節課上完之後 所有人就用自己的學號 開帳號 密碼隨便你們設 但是用自己的學號開帳號 好不好 就等一下 等一下就開 那你們可以先做了 然後 這個東西 就是 呃 你們可以試一下 那我直接跟你們講 就是 期末怎麼算分好了 呃 基本上 我覺得 你只要用 課堂相關的技術 你隨便建個Model 大概 你只要能夠上傳出一個成績出去 大概 85分就跑不掉了 大概 再怎麼差 85分都是一件非常 就是 都是要低於85分 其實平常這樣也不容易 就是 你只要你真的是隨便用個Model 你如果跟我講說你是用人工猜的 那當然是不可能 對不對 你隨便用個Model 大概要85分就 就不容易了 那 我直接跟你們講 那你們如果能夠 那所以說 這個分數就是 就是85 就是你們最 我覺得到時候 這個 呃 你們一定都是可以到0.85上 好 那但是如果你要到0.9 到0.9 那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直接跟你們講 你們只要能夠拿到0.85 就是 你們這個 你們最後上傳出來最好的成績 只要能夠到0.85 不過我跟你們講 呃 不是你們看到的分數就是分數 因為你們看到的分數 為了避免你們 就是 為了避免你們就是 上傳100次 然後得到一個最好的對不對 你們上傳的這個分數 這個open的分數 他只是 用其中一小部分樣本給你的分數 那只是給你的參考 那不是最後 可是 大概 最後總樣本的分數 大概跟那個分數不會差很多啦 大概就差1分 挺多就差1分2分而已 好 那我跟你們講 你們的成績就這樣打 就是 你們 基本上上傳答案 你至少就可以拿到85到90之間的分數 對不對 因為 我想要超過90應該是非常難 就是 你們 所以你們就是85到90分之間 那剩下10分要做什麼呢 那個 平常上課 助教登記人 對不對 登記一次就加1分 然後 如果你覺得 這樣的分數還不夠 你還想要 稍微描述一下 欸不要寫太多好不好 因為你們人很多 我怕看不完 你們稍微寫個一頁 說 我拿到80 假如說我拿到了88分 我是怎麼樣去拿到88分的 我的整個 邏輯是什麼 你寫一頁A4就好了 拜託不要寫太多 你這頁A4 我就是 就是 我們看你 寫到多少內容 你寫一頁A4 你學到多少東西 我們大概心裡有數 好不好 就 那個就加0分到加10分 好不好 那這個 當然你最 起碼就是你要這個分數 這個分數就佔了90分了對不對 只是說你隨便上傳 你就算 你真的說你什麼都不會 你就上傳剛剛那個有50分嘛 對不對 然後你再加 這樣也當然我相信不可能 一定是隨便 一定是 一定是很容易可以上傳的 好不好 那就是就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是 那當然就是你要 產生這個 你要得到這個model的話 你一定是需要去 做非常多的這個 就是 你一定要做非常多的這個 實驗了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就是 呃 你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模型 這樣可以吧 那 你可以用各種你的創意 去把這個模型弄出來 好 我們今天再講一下我們的 第三個 小節 我們第三個小節是 我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剛剛variable這麼多 會不會有某些variable 它其實是不重要的 欸有可能喔 所以我們現在啊 呃 隨機升零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來我問一下 這個 這個 我問一下大家喔 這個 大家是不是 知道這個就是 決策術 它選到的變相就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變相一定是選最重要的 接下來 隨著你越早被選到 它是不是就越重要 越早被選到 才會越重要 那 決策術 假設有兩個變相非常非常接近 那決策術選了一個 另外一個當然就不會選 所以 如果你用決策術的那個 就是 按照它出現的順序來排序的話 呃 你可能會捨去一些很重要的變相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random forest 啊 總是有 如果兩變相非常接近 那就是有時候選a 有時候選b 啦 那它平均起來 應該都會很高 所以隨機升零我們可以利用 它 多快被選到這個資訊 來決定它變數的重要性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這個 一個 這裡面有個函數叫 這個叫 這邊 我們先 首先先把 它用了哪些 variable 我們把它選出來 好 它用了這些variable 那個 T軸的這個 坐標軸 它使用了195次 這個使用了163次 後面就比較少次了嘛 對不對 所以前面的一定非常重要 對不對 後面這個 大概十之八九就是不怎麼重要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可以得到一個table 這個table 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 這是 這一個 它在第一個tree 被用了兩次 它在這一個tree 被用了0次 它在這一個tree 被用了一次 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可以利用 importance這個函數 把它的重要性 把它排序出來 那這個importance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gender它的importance是 3.3 rate 18 然後這個什麼 t軸 t軸 35 這是t軸一定是最重要的 剛剛用看的就覺得它最重要了 對不對 好所以說 我可以使用 var important plot 這個函數 把它給 呈現出來 好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看出來了 最重要的variable 是這個 此一次是它 那至於 下面的是不是好像都不太重要了 對不對 那 我到底要用哪些 那我到底要選幾個變相 我現在 我這個圖我可以幫助我知道 變相的重要性對不對 可是我要選幾個變相 那我 我怎麼知道 我還可以用這個函數 在講別的函數之前 我還要跟你們講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partial plot partial plot 這個函數 可以幫助我們看看 假如age 跟LVD的關係 它其實是一個非線性關係 它在50歲以下是 根本不可能得到LVD的 那超過50歲了以後 它就會開始有一定的機率得到LVD 所以這個是 就是age跟它的關係 那如果rate咧 我們來看一下rate rate一樣 就是在小於 60下 根本不可能得到LVD 大於以後 機率就非常非常一致了 就rate就再也不會去上升了 它的機率 這樣懂的意思吧 所以你看 這個random forest 它是不是 為什麼它可以知道它是什麼關係 因為它是用很多很密的切點 把它連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random forest 它 它有非常多 除了建模以外 它有非常多額外的好處 可以幫助我們去找到 比如說 X跟Y 它們實際上的觀點性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練習3篩選變相 練習3篩選變相 我們給大家練習這個 我們也不要給大家練習 我就直接demo給你們看好了 我想要告訴你們是 tree model聽起來非常棒對不對 你們現在應該 你們現在應該找不到它的缺點 那我現在就給你們一個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是 下面這樣的sample 你想要把它分成綠色跟紅色 你覺得它有沒有辦法分 其實有辦法對不對 中間有一些混雜 但是 這裡都是紅的 這邊都是紅的 這邊都是綠的 這邊都是綠的 對不對 四個角落是可以分的 對不對 可是按照我們剛剛的 邏輯 按照我們剛剛要找 第一個最重要的變相 然後找個最佳切點的邏輯 你會不會發現 不管你怎麼切 你好像都沒有辦法 很好的把紅色跟綠色給分開 為什麼 因為你在切這條線的時候 你在切這條線的時候 紅色跟綠色永遠都一樣多啊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紅色跟綠色永遠都一樣多啊 我這邊也是怎麼切都一樣多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對於這樣的一個sample 我們把這樣的sample叫做 有 存在特徵相依性 什麼叫特徵相依性 就是這兩個variable 要同時呈現 他們才有預測能力 如果分別呈現 它是沒有預測能力的 你分別呈現就是單看一個 不管你切在任何一個切點 它的紅點跟綠點都一樣多 所以它沒有預測能力 可是他們兩個同時切的時候 就有預測能力了 所以這個非常的神奇啊 這樣的一個sample 如果你直接用 你直接用這個 你直接用這個 tree model來做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做的 為什麼 因為它找不到最佳切點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它完全找不到最佳切點 那如果你用邏輯思維規來做呢 如果你只用線性的邏輯思維規 那當然也是沒辦法做了 好不好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summary 好當然也是沒有辦法做 pvalue也都沒有顯著 可是如果你使用有帶交互作用項的邏輯思維規 有相成項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相成項可以解決 雙曲線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割開了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帶相成項的邏輯思維規 欸 這個係數是不是就 非常非常大了 好看到了 有帶相成項的邏輯思維規 這樣的一個sample就是可以被分割的 好所以如果你的data是有 特徵相應性的狀況之下 tree model是沒有辦法做的 他會覺得他們都不重要 好這種例子會不會很稀少 也不至於很稀少 對不對 有很多 有很多東西本來都是A跟B同時有 然後他才會出現對不對 認 單獨看他的話可能不是很重要 對不對 就來說 這個單獨看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講真的跟你會不會得COVID-19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還有其他條件 對不對 你還要先接觸感染者啊 你還要怎麼樣怎麼樣啊 接觸得夠久啊 所以單獨看有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他並不重要 可是如果考慮了很多因素之後 他就很重要 所以特徵相應性這件事情 是很常見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tree model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好 那tree model沒辦法處理 那什麼model可以處理 多層感知機可以處理 多層感知機可以處理 因為多層感知機就是我把所有的變相都一起用了 對不對 然後我再決定他的分割邊界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我們練習3想給大家試的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使用 使用這個 random forest來做 變相的篩選 變相 要用哪些變相的篩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lot 這個plot是用N 用幾個 variable 他的 validation的AUC是多少 那我們看到這樣大概就不太會上升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概用到這裡就可以了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理解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要用程式找的話 就是 我認為 每增加個變相至少要增加0.001的 Ariangle Curve 所以我就 看看 當前的AUC 減掉 n bar 乘以0.01 這樣子我來看看 他最 適當 用的variable 數目是15個 好 注意這個 result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就是 n等於1的solar validation是多少 n等於2 n等於3是多少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如果我已經知道我要用15個variable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15個variable 來產生一個 那個 neural network 來產生一個多層感知機 然後去得到最終的答案 好 這個答案不見得是最好 你看他performance其實也不過就 0.74 對不對 但是我想要跟你們講的是一個思考邏輯 就是說 你要知道每一個model 他都有他的各自的限制 Random Forest 好處是什麼 這個 他 他有一些 就是他算得快 因為Decision Tree算得很快 所以說他可以很輕易的做Bagging這件事情 那 neural network 你還記不記得上次我 中間的隱藏層設個1000 那跑到天荒地牢啊 你要做Bagging那還真困難 對不對 所以 那個neural network有他的缺點 但neural network他的優點就是 他 一次就是考慮所有變相 但是這也是一個缺點 為什麼 因為 他可能需要一些 需要來說像正則化之類的方式 去輔助他 讓他可以 去這個 就是捨去一些比較不重要的變相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個model 你深入了解之後 他都有優點跟缺點 那我們一定就是要 就是 就是 等於說 就是 互相結合起來 最後我們才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成績 好不好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 那我們今天就是 基本上 我們 今天的課程大概 給大家一個觀念 首先就是 教大家兩個model 不過Decision Tree 大概是沒什麼用 因為 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的證明就是 證明了Random Forest 顯然優於Decision Tree 對吧 所以Decision Tree 你說你不想學就算了 可是Decision Tree 在畫圖上面 倒是蠻好看的 就是 這個 Random Forest 1000棵樹你怎麼畫 你沒有辦法畫對不對 所以Decision Tree 是一個很好的 畫圖的一個工具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準的model 那 他並非Tree Base的最終形態 Tree Base的最終形態 還有一個叫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我們會在後面介紹 看到Boosting這個字了吧 我說要特別認得他對不對 欸 他用的就是Boosting技術啦 他不是用Begging技術了 這樣可以吧 那Random Forest 用的是Begging這個技術 好 那我們 下一節課 我們 等一下就給大家開帳號啦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節課 會非常的硬 這個 下一節課 跟下下節課 我們會教大家一個 非常困難的 數學上非常難的 算法 叫支持向量機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想聽懂的話 一定要先預習這樣 不然的話 他要聽懂應該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一個方法就花兩節課獎 好不好 這個 可能要學習一下這樣子 那學會了以後 你會發現 這個 機器學習最難 就不過如此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